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选中这个冰囊 因为这个产业很大 官方数据我尝了一下 整个在湖南有好几十万充电人员 切片机只是其中一道工序 它大概有十几二道工序 只是其中一道工序 但这道工序它在人 它这个人里面 车间的人里面它占到十几个 十二坨 统计是十二坨 一百个人就要十几个人在搞这个事情 不论挑战是 百个人 十几个人 哦 不是说最要一道工序 是不是 原理这样应该可以 老谭干的时候 你说这个东西定位怎么样 那我们呢 我们不管一代就是二代 因为你要这样 你随为长中短 最难突破的就是这个运转的正常和连续性 原先我们二代 一代 三代都是一样的 它这个机器的话 你运转一下就不行了 卡住了 因为这个必然规则 那么现在呢 在前一个时间的时候 也已经成了这个情况 那运转了一段时间 它就把它卡住了 干不了了 后面我们把这个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去除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设计 后面才解决这个问题 但从技术本质来讲 我们最后的设备是把一些浮滑的东西全部包装 我们用我们旋转滚杂 以及这个五星潮的定位 这块也要升级了外面转的地方 目前我们又把整栋盘也做了一个大的改善 也升级了专业 主机当然就是一个发明专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由于它没有浮滑的一些那些小零件 那么它就少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发一个复杂的问题 最终我们要把它简单 人性化 人机界面合适 让性能更稳定 效率更高 应该操作更方便 反正就是说我们三个人 当一个事情出来以后 毕竟我们都是四十来十这种 那么分析问题这一块还是可以的 他就说这个问题是这里 找到这个问题我们都去摄露 在这个上面我们还是挺好的 那我们这个设备要成功的话 我们还研究点准机 最终是要给这个定价行业搞一个设断 设断化设断 大大的提高一个企业盈利价值 和它的这个产业的提升 这是我们的一种理想 那人一辈子总还干上事了 不敢说这个留多个美名 至少自己会学的一些东西 运用一个社会 也回报一些社会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又见面了 我是袁胖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发明项目 这个发明项目呢 是一款比较便宜的保健按摩鞋 你看每个人的脚底都有很多的穴位 按足底是很有好处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发明人呢 不仅在这个脚的上面 安排了这种点击穴位的点 特别是这三个点啊 肘部凹下去的时候呢 它能够按摩到这个穴位 起到这个保健的功能 据发明人说啊 还有我们的记者体验了一下 就是好像这个脚底这样子 按摩一下对这个肾 有一定的好处 特别是男士啊 谁用谁知道 但是呢 我认为啊 它可能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 虚精活血管解疲劳的作用 可能呢 按一按也有一定的好处 发明人呢 是一个比较老实的这种农村的 没什么钱的 这个发明人 发明这个东西呢 很不容易 我们也算是给他做一个小广告 鼓励他这种创新精神 如果呢 你对这个鞋 和对这个发明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咱们的这个发明明官网去看一看 里面有很多的专利产品啊 今天投票的呢 你就点击了解更多哎 就可以了 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鞋子